浓浓白烟直冲天际 伴随刺眼火光烈焰冲天 整个工厂都被大火吞噬了 只剩下焦黑骨架 就连一旁的货车都惨遭波及 火势大道不时发出爆炸声响 附近民众都吓一大跳赶紧报警 我们现在睡梦中 我们只听到只听到 很响蹦蹦蹦的声音 我们听到声音蹦的话 已经火已经很大了 消防人员先把瓦斯桶搬出 避免危险 接着拿水线不断向烟雾中 狂喷水柱 就怕火势继续蔓延 18号凌晨3点25分 花莲市上之路 一间汽车修理工厂 突然起火燃烧 火蛇蔓延到旁边的铁皮屋及平房 消防人员获报后紧急出动 它到达现场的时候 已经全面燃烧了 汽修工厂本身里面还有瓦斯 所以它的火势燃烧得非常迅速 一共三户受到燃烧 所幸大火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燃烧面积共有270平方公尺 由于工厂内有已缺 废油瓦斯等一人物品 才会让火势蔓延迅速 甚至波及到旁边民宅 不过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深入调查厘清 记者刘吉娇 王云霆花莲采访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